引发网友热议,震惊郭敬明竟然道歉了,看来新电影票房不佳,如今郭敬明道歉了,当初谩骂庄宇的人,是不是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呢? 郭敬明的道歉长文,看起来言辞恳切,一幅痛改前非的的样子,这个道歉迟到了整整15年,如果不是前段时间100多位编剧,联名抵制郭敬明和余政,郭敬明还会发出今天这样走心的道歉函吗? 迟到15年的道歉,不是因为公平和良心发现,反而完成了基础的原始积累,名气,资金,代表作,人际关系,对于郭敬明提出的,将梦里花落之多少小说出版后,获得的线上线下所有的版税,以及全部收益赔偿给庄宇的提议,庄宇本人建议,将捐离圈外所有版税和全部收益,同梦里花落之多少的收益合并在一起,成立反挑戒基金,用以帮助原创作者维权, 并接受公众监督,郭敬明表示感谢,并同意庄宇的提议,共同成立基金会,来为创作者们创造更好的原创环境,这一招,妙啊,一山更比一山高。